欢迎来到爱家 好医生 爱家好医生节目呢 我们介绍很多 婴幼儿的疾病 可是到了小孩长大以后 青少年青春期的疾病 就比较少琢磨了一些 青少年的疾病 有些很特别 比如说他开始熬夜 又读书 然后就会有一些 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或者是有些孩子 他开始紧张 因为考试压力 然后就会喘不过气 后来医生说是 过度换气症候群 等等这样的一些毛病 其实我们很少有机会 好好地讨论它 今天欣威就有这样的一些疑惑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欣威的妈妈 欣威今年15岁 刚上高一 结果他就出现了胸闷 心跳加快 还有呼吸不顺畅的一个状况 加上好像有胃食道逆流 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欣威已经不是小小孩 他是一个表达能力很好的青少年 已经接近要转大人了 所以我们亲自到他家 听听看自己怎么描述自己的症状 哈啰 黄医师好 欣威 欣威妈妈 你好 请坐 我坐这边 坐这边 好 是 欣威现在是我们爱家好医生 访问过最大的小孩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好 因为他很大方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欣威他过去这一年还是这半年的身体 很多的疾病跑出来 其实应该是在今年上高一 嗯 高一的一开学之后 他就有一些症状跑出来 那也是我有点被吓到 他就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 就说 妈我那个胸闷 然后我喘不过气来 对 因为他在教会里面 晚上的时候参加一个聚会 然后我有点被吓到 他就说我快挂了 然后 然后对 然后我就 啊 怎么这么可怕了 然后后来就是 去了一到那个地方 他说 我又没事 我想说你在骗我吗 还是怎样 那你那天在 喘不过气的时候 手有没有觉得也有点妈妈 没有 还好 那天没有 那天什么都没有 就是 就是不舒服 对 然后接下来他上课的时候 他又说 妈我又喘不过气 又喘不过气 我不舒服 然后 我觉得我喉咙 好像卡卡的 我觉得 好像那个 然后所以我们 这次是在学校里 对 我那时候考数学的时候紧张到 就是整个 整个人就是很喘 喘不过来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 同步去挂了两颗 一个是心脏科 因为他说我心跳很快 然后我不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胃食道逆流 因为我们有去查一下 可能的症状这样子 查 自己上网 对自己上网查 骨骼骨一丝 他他他他他 不会做样子 对 你有那种胃恰生的感觉 没有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 那阵子一直打嗝 对 就是同时 就是可能喘的时候 然后也会打嗝 好 打嗝有两种 一种就是有气的 一种是 呃 你是哪一种 有气的 你是呃 然后就是一直有气出来 这样 所以你就觉得 你有胃食道逆流 上网查的 骨医师是这样说的 那你有没有胸口 灼热感啊 或是你真的有 嗯 然后嘴巴有那种胃酸 再吞下去 只有胃很长 只有胃很长 嗯 所以你就去看了肠胃科 肠胃科医师有帮你做检查吗 呃没有 那时候他就说你还年轻 应该就只是喂食道逆流 他就说你还年轻 但他没有说那我帮你做个检查 确定你是喂食道逆流 就给你开了药这样 嗯 吃了有用吗 就因为同时有饮食调整 所以我不确定 到底是有饮食调整 有饮食调整 对 调整了什么 因为我会考前就是 每天都吃很多 然后基本上 每个时刻都在进食 哦 对 睡眠也不足吧 那时候会考的 那你上高中应该 整个作息又回到正常啊 睡眠 诶 那时候 高一现在这么嗨啊 很嗨 还要更早起来 哦 对 因为学校稍微比较远 几点睡呢 那时候 一开始应该就是 就是因为还没有逃回来 所以就大概12点 然后1点 对 才会睡 哇塞 然后早上六七点又起来 对 六点又起来 好所以我想今天 借由欣威跟欣威妈妈 跟我们分享 欣威这个 刚上高中的时候 这一段 有时候胸闷啊 然后喘不过气啊 脖子僵硬啊 一直打嗝啊 胃食道逆流啊 到底什么是胃食道逆流 什么是过度换气症候群 到底睡眠不足 或者是生活压力 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呢 我们看一下 艾家过程团怎么说 好的 有关欣威所遇上这两个 一个肠胃道的难题 还有一个 有点跟心情 有点跟过度换气 有关的问题呢 我们请到的三位专家 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儿科的大家长 也就是我们之前的 台湾小儿消化医学会的 理事长 李鸿昌院长 以及我们精神科医师 黄俊文医师 还有急诊科 黄树田医师 一起来帮助欣威解决他的难题 如果今天要讲亲身经历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小孩 也是近青少年 我们今天只有院长有资格 因为我们小孩都太小了 就是叫做这个纸上谈兵 院长是有实战经验的 所以您的孩子在青春期 尤其这种考试压力 睡眠不足的状况下 有没有哪一些疾病是比较 你那时候有注意的 不见得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 其他的这样的孩子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看这个症状的话 就是应该可以分为 我们要分为两大类 对 一大类它是不是消化性溃疡 第二个就是胃食道逆流 两个症状差别不了多少 一样都是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心窝 这个地方痛 对 大部分都这样 但是胃食道逆流通常 比较少造成黑色的大便 对 但是如果消化性溃疡 有出血的时候 大便就会变黑色 有的时候就有 当然是这样 当然如果硬要分的话 胃食道逆流通常是 它肚子饿的时候要吃东西 吃下去以后因为逆流 它就不失误 所以饭后反而不失误 但是如果是消化性溃疡 它吃东西下去 它就比较失误一点 因为它胃上过多 把它填满了 它就比较失误 勉强要分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饭后不舒服 感觉可能就比较像胃上逆流 然后饭后 刚刚不舒服 现在比较好一点 比较像是十二指肠发炎的问题 对 好不过 其实青少年这种压力 在我以前 我当英诚的时候 在急诊的时候 最常碰到就是这些 过度换期 对 过度换期 通常在十五岁就开始 可能会产生 可能是因为 它开始面临到很多的压力 每次考试前就开始 喉咙紧紧的 它也没有真的过敏 它就喉咙紧紧的 可能会就觉得 我吸不到气 我吸不到气 它就会来到急诊 通常这个时候 家人都很紧张 来到急诊就说 管快救我的小孩 它喘不过气来了 氧气管快急救 你就看到我们 去夹了一个血氧 看它样子 血氧百分之一百 一定没有问题 我们就想说 再听听看的飞银好了 也没有完全没有说 那什么心扎音 或者 没有喘名声 我们就要问它说 你手脚会不会觉得麻麻的 他说会 会 就是我们大概就会知道 它应该是一个情绪的关系 造成它过度换气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跟家族说 你先放心 它不是需要一个氧气的治疗 甚至氧气是过多的 它是二氧化碳被带出去太多了 它会开始 血液会减化 减化以后它就会 手脚发麻油 甚至会有一些 莲花纸的产生 剪个手就僵硬状态 你需要去安抚它的情绪 对 好那塑胶带牛皮子带 可以解决过度换气吗 这个是我们现在绝对是禁止使用的 对嘛 因为我们碰过太多的案例 它给它 因为电视上都有演嘛 你过度换气了 我给你一个 牛皮子带 套着 处心它希望它的二氧化碳 更多可以吸回去 可是很长的时间 它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个 吸入性肺炎 窒息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是禁止这样的处 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是请它 呼吸要放缓 第一个你要先让它安心 你不能跟它一样 急着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你要先告诉它说 你这个 应该不是一个所谓的 真的有生理上的疾病的 那我们就跟它说 你放缓你的呼吸 你要吸得够深 用腹部来呼吸 我们压在腹部上 来喔 你把我的手顶起来 哦 它就 它会这么乖吗 它会不会 很难 很难 可是你要给它很大信心 最好 要用你的真诚的眼神看着它 对 对 你说你放心 我请帮你确认过你 这不是真的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 你跟着我的呼吸 好 其实五下六下 慢慢就改善下去了 这么快 所以没有什么口诀 什么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没有这个 也可以 也可以帮忙 对 像我有的时候 我会跟小朋友说 你就看着那个时钟 然后你就是看到每走一 一 从零走到 十二走到一的时候 你就可以呼吸一次 一走到二呼吸一次 有时候还是真的比较困难 没有错 它有时候 你怎么跟它讲 它就是没办法 它就一样更快 加速更急 对 那时候我们就会拿出一个 所谓的比较镇定的针迹 很安全的 对 打到它的上面以后 或者吃一个药 它可以安抚它的情绪 有点像抗主子那种 就是让它想睡想睡 它就会情绪比较安抚下来 其实这种过度换息症 有时候我们周边人看起来 真的会非常的紧张 可是这时候我们不应该 跟着他一起紧张起来 我们也要提醒他的呼吸 不用特别拿一个塑胶带给他 其实这是有风险的 我们要提醒他说 你现在的呼吸过快了 这样子会让你等一下 手头会麻掉更不舒服 那我们应该要的是 请他用複式的呼吸 吸得越深 吐得越久 他就会很快地 改善这样的一个症状 急诊医师都很忙 那个症状都缓解了 没事了 咬那么少 没有麻了 现在呼吸正常了 以后不要那么紧张 就回事了 然后明天又再来这样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 精神科医师了 所以你只是说 你不要那么紧张 没有用嘛 因为他的根本 你会怎么样去帮助他 其实我们可以去协助孩子 认知到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是有压力的 因为大概十个小孩子 没有八个小孩子 你在跟他讲 他都会跟你说 我没有觉得我紧张 对 考试大家都在准备考试 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紧张 但是如果以一个家长 自己想要拆一拆 比如说我想从专业的角度来拆 我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有可能哪里是他的压力远 也许他说我没有没有 但是你可以拆 比如说刚刚讲 课业压力是一个 那课业压力可能来自自己 对自己的自我要求 也有可能来自是 学校的管束 很严格 对 那有可能他在学校 有人际关系的问题 或者是他自己的家庭 本身的气氛造成的结果 那是不是还要再加上 有可能是他的作息 就像我们欣威 对 当你作息 睡眠不足的时候 对 你的压力的抗压性 也会下降 对 我其实刚刚正要讲的 就是这个 像我现在就有一个 高中的孩子 其实跟欣威年纪差不多 我们大部分 国高中的小孩 其实尤其是在台湾 大部分都是睡眠不足 对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像我们最近 我临床上有几个个案 那小孩子来 天天都闹钟 还没有醒他就起来了 对 那像这样的孩子 其实很多都是 对自我要求比较高 是 怕他赶不上校车 怕造成别人的麻烦等等 对 那其实 这个部分就变成说 有的时候 我们大家认识到说 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 焦虑紧张的一部分 然后做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 慢慢就会比较好 也不见得一定要用大量的药 或者是 就一定开镇定剂 到没有一定是这样 好 院长 睡眠不足也会跟 胃食道逆流有关系吗 因为睡眠不足它本身就是 跟压力的产生有关系 我们都了解 胃食道逆流的主要的成因 假设我们不要说 它结构上有什么问题 单纯的功能性的这个问题 就是腹部压力增加 胃酸增加 胀气 就是这三个原因造成它胃酸 例如更厉害 腹部压力增加 胃酸增加 胃酸增加 或者吃脸床的产气食物 对 增加 这三个是最常见的原因 那么它睡眠不好的时候 它的压力四面就产生 在这个时候 它的胃酸分泌就大量增加 大量增加又会产生很多气体 胃酸是酸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胃脏 这个胃脏里面分泌的是碱性的液体 酸碱中和就产生大量的气体 所以像我们吃很多油渣的东西 它会产生脂肪酸 所以青少年人喜欢吃油渣的东西 脂肪酸 它酸碱中和产生大量的气体 所以气体增加 胃酸增加 压力增加 这个都导致胃食道逆流 所以欣威也是很厉害 他Google咕一咕 他就说我这打嗝 胃食道逆流不舒服 所以现在孩子自己上网的时候 做得到 刚刚我有谈过 他打嗝的时候既然是胃食道逆流 当然也可能是早期 消耗性溃疡的开始 很难分辨 所以这两个必须要医生 就把它做一个区分 对 刚才说区分的 自我检查可以说是跟吃饭后 会更不舒服 比较像是胃食道逆流 吃饭后 比较舒服 比较像消耗性溃疡 对 那这样的一个分辨 一定要做胃镜吗 通常是这样 如果说它大便颜色有改变 变得比较黑色 或者说我们有做 大便的浅血反应 它有阳性 我们就建议它做胃镜 因为它可能做下去 可能真的是消耗性溃疡 或者是它的食道 已经有迷乱性的食道方案 或者是十二指掌的 零腹 零肉 这样了解意思 所以 因为它是已经有破皮了 所以通常有破皮的 我们会建议你还是做胃镜 好 如果今天它的全血是阴性 就是大便没有血了 然后院长说 那不然你回去 我们先用药控制一下 但是生活习惯 刚才讲 睡眠你就会调整它 对 不要常常吃一些产气的食物 那像欣威说 它就开始减少这些吃糖分 还有少喝点汤 它觉得蛮有效的 是 真的吗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如果一个小孩子 他有这方面的症状 假设怕胃食道腻乳 我们在饮食上面 就是要注意 就是 刚刚有讲过 不要高热量的 而且不要刺激性的 那就是说 不要产气食物 由食物这样来调整 同时要有规律的 不要一直 好像刚刚你们谈到的 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 反而不是说 少量多餐是可以 但是这个要 多餐 它有一定的时间 对 不要无时无刻都在吃 这样反而会不好 反而胃酸就一直要增加 这样不好 所以理论上可以用这样来做处理 当然我们都知道 现在青少人 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肥胖的胃食道腻乳 也会几率大大增加 比一般的人要增加个 二三十分剩下 是刚才院长讲 第一个胃腹部压力的胃增加 是的 至于糖分 这个理论上胃 胃的排空 胃排空的意思就是说 我东西吃下去以后 经过胃的时间到小肠 这个叫胃排空时间 胃排空时间如果越慢 到炸成胃食道腻流 的机会就越大 因为食物在胃呆的时间之后 它就比较容易往上跑 对 胃排空要让它变慢的 脂肪性的食物 是使它变慢的 胃排空变慢 所以只要肚在这里 肚胶 但是甜分是使它加快的 所以理论上甜分 不是不可以吃 但是问题是 你吃了很多甜分 是我们体内 没有办法把它消化的 这些糖分 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说 所谓的糖应该是酒制糖 酒制糖的话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 精制糖 可能就会造成问题 食物当中的淀粉是OK的 饭 面是没问题 但如果是额外吃这种 零食添加的糖 可能就会增加气体的产生 有可能也会肥胖 然后有可能复古压力又变大 然后再发生这个问题 那喝汤还OK吗 喝汤还OK 但是有一点理论上 如果是先喝汤的话 会把我们里面的一些 酵素等 胃酸等 我会把它吸湿掉 吸湿掉的话 它可能会消化上会比较不好 但是会不会胃酸 可能比较减少 就要看个人来做决定 希望提醒电视机前面的父母 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孩子 是属于这种比较高敏感 或者是心思比较细腻的 这样子的孩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多注意他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说 适时的帮助他减压 像我刚刚提到的教养的部分 或者我们在面对孩子 遇到他觉得比较严重 比较大的压力的部分 我们其实不需要太紧张 或者是好像反应很大 让他会觉得很害怕 或者是觉得 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反而应该要慢慢的 让孩子知道说 这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天不会塌下来 谈到威士丹逆流 还要给各位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都了解 我们都是小二哥医师 我们刚从新生额 刚出现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 所谓食道内孔散气 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叫闭门 食道跟胃的交代有一个闭门 这个闭门本身 正常情况之下 刚出生的时候 是在恒高膜的上面 一公文左右 差不多到五六个月的话 三四个月到五六个月 它慢慢往下降 降到恒高膜底下 这个正常的位置在这里 但是有的人 它又一直都没有降下来 这种叫食道内孔散气 我们看到青少年的 胃食道内孔散气 有一些是食道内孔散气 很多年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另外有一组 更厉害的就是旁边胃 有一部分跑上去的 跑上去了 这个叫食道旁的内孔散气 这种情况的话 它都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这个病人他可能用 什么来表现呢 阿斯玛 气喘 气喘 一天到晚在咳嗽 因为他会嗆到 不然食道内孔很容易嗆到 嗆到以后他就会喘 或者说他常常会这边胸痛 这个可以在青少年发现 我们有问过 青少年发生这种情况 后来不得不开刀做处理 所以真的也是有一些极端的案例 不是你自己饮食调整 整整控制一下吃药就搞定 或者说都是心理压力造成的 对 刚才我们有说到 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有可能来自学业 有可能来自同才的压力 有可能来自父母 有可能来自自我要求 这个紧张的焦虑的情绪 是不是会遗传的 所以刚刚聪明问问问题很好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想说 是不是我很焦虑 所以我的孩子也遗传到焦虑 那我们大致上 大体上看到的状况都是 因为我们比较焦虑 所以可能我们比孩子还紧张 那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 让孩子也觉得 那我要是没有考好的话 妈妈 爸爸可能会很不高兴 其实也许妈妈 爸爸不是不高兴 他只是担心你好不好 或者想要帮你的忙 但是这样子就会变成 让孩子的这种情绪的表现 也会跟着整个仗力会升高 对 反倒是情绪的 或者是说我们讲说 整个教养环境的 我们的习惯的影响 大过于遗传的面向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 我们常见的一个状况 那假使真的提到遗传的话 其实遗传大部分都是比较 已经到疾病的这个程度 才又比较会去考虑到 遗传的影响 所以父母亲对于成绩的态度很重要 对 就算是孩子还有自我要求很高 可是如果父母能够很冷静的面对 对 在学校遇到这些学业的问题的时候 对 其实孩子也会比较 好像不是天塌下来的这种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想 这需要时间了 新闻也才刚开始他的高中生涯 如果我们能够借由信仰 借由祷告 借由家里的爱跟支持 就是还有刚才讲说睡眠要足 饮食健康 其实这些状况或许慢慢慢慢 就不会造成困扰 不过先去厌大便 确定没有万变的先去 这个我想是今天 唯一最后要提醒的部分 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聊 这么深入有关青少年 胃食道逆流 跟这个过度换气症候情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青少年的状况 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挨家好医生 继续来慢慢来抽食剥茧 如果你家有零到18岁的孩子 有身心灵问题 要买爱家好医生 到你家家访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正如同刚才黄俊恩医师所说的 孩子的焦虑情绪有很大一部分 会跟父母的紧张跟焦虑 跟没有信心 这样的一个情感连结 在我们基督徒家庭里面 我们不是只是叫孩子说 那你自己放轻松一点 你去运动 你自己去祷告 跟上帝求安平安 事实上我们应该是陪着孩子 一起来祷告 因为当你陪着孩子 来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对神的信心就展露无遗了 当你示范你自己心里面 对上帝有极大的 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会了解 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